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3年1月10号 周二晚上的7点1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尾盘全部走高 标普11个板块中10个上涨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的罗素这边是0涨了指数 而且是即将突破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同时在周线级别上和标普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 当IWM一旦突破182到183 那么就会形成周线级别的突破 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 就是每当罗素起飞的时候 就是中小股 科幻股 还有各种成长概念股群魔乱舞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波不错的追多的热情 如果再次叠加着 标普也突破了4000点的周线级别的压制 那么市场的情绪就会开始进入右侧的追涨 咱们首先看几个消息面 然后为了应对行情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变化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新的操作思考还有后续的计划 也就是突破4000我会怎么办 好 那么首先咱们看一下关于消息面 第一个是来自于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这边是全新发布了 2023年的全球增长的一个预测 咱们看到 它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去年6月份的增长3%下调至增长1.7% 这是自近30年来的第三低的一个增速 那么到2024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投资预计 将以3.5的速度增长 是过去20年增速的一半 另外由于能源成本和飙升 还有借贷成本的上升 预计23年欧元区的GDP将持平 而去年6月份的预测是增长1.9% 这个也是一个大幅的下修 关于美国的GDP的增长情况 预计23年GDP将增长0.5% 去年6月预测为增长2.2% 这个是自1970年以来的最弱的非衰退的表现 那么GDP增长0.5% 实际上和12月份美联储在经济预测中 给出来的数值是一样的 就是23年GDP增长0.5% 但总之是下调了欧元区和全球经济增长 包括美国的一个增长 它这个下调整体还是比市场的反应 稍微要滞后一些的 当然我们看到另外的像投行 高盛这边是上调了欧元区的衰退预计 高盛认为欧元区不再会陷入衰退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高盛经济学家预计不再预测 欧元区会出现经济衰退 原因是欧元区的经济在2022年年底 表现出了弹性 且天然气的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高盛预计今年欧元区的GDP将增长 0.6% 而此前预测是萎缩0.1% 他们还认为欧元区的通胀放缓的速度 要比预期中的要快 到2023年年底会降至3.25%左右 那么高盛再次重申 欧洲央行将在2月和3月的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 随后在5月加息25个基点 将存款利率上调至3.25% 为什么要去讲关于欧元区的衰不衰退呢 因为美国的不少的跨高公司 在欧洲的销售份额不低 所以欧元区从衰退预期转至持平和小幅增长 会帮助减少美股的盈利的下调的幅度 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要去关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补充 也能看出在美联储的几个地方联储的内部 对于加息的整体预期是不太一样的 在12月的贴线利率的会议纪要也出来了 是9个地方联储要求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5% 那么有3个达拉斯亚特兰大和李世满 3个地方联储是寻求维持不变 所以这里边能看到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这个也反映出在美联储的不同的联储之间的 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对于是否继续大力加息 加多少息 其实内部还是充满一些分歧的 好 讲完了一个消息面之后 那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个思考 因为在2023年 关于整个美股走势的问题 之前的我们看到的新闻里 大多数的分析师的预计 都是预计23年的上半年 继续下跌去探底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原因无非就是经济增长放缓 甚至会出现衰退 那么导致整体的标普的企业盈利能力 持续的下调 要等到下半年才可以提前去布局 对于24年的盈利增长 并且那个时候更多的经济数据更加的明确 能看到经济衰退是不是一定发生 和发生的幅度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是大家对于23年上半年认为可能会先跌 然后到了年底之后大家看清楚了 然后再涨的一个原因 但今天我看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不同的分析 他认为是23年的上半年会收涨 那么下半年才下跌的可能性会更高 这个全新的分析是来自于 Stieffield的首席策略师Barry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麻烦 但是在23年的前6个月存在股市反弹的窗口 那么这个Stieffield这个公司 其实也不是一个小公司 他们是在整个的小额的 就是小企业的投行业务上 在整个的小盘股 这个是整个美国行业的领头羊 所以这家的公司他们给出来的说法 我觉得值得拿出来和大家来分析一下 他们认为首先我们说前6个月存在股市反弹的窗口 那么给出的原因是什么 是股市上涨的原因是 基于他对于通胀急剧下降 以及美联储将在第二季度暂停加息 以及美国国家经济业务局之前也宣布了 说不会官方宣布经济衰退在这个周期之内 所以这是他认为的最大的一个理由 那么他还说了什么呢 他认为标普到2023年的6月底会升至4300点 那么4350点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是这一轮整个大的结构 从之前的年初的去年的最高点 然后跌至最低点然后想要突破反弹的结构 然后变成一个上行结构 彻底结束下行的一个关键点 为在4350点 他认为会反弹至4300点 他还说到说标普500将在2023年的年终见顶 可能会在2023年的年底 会回吐2023年的部分或全部收益 简单形象的说就是他认为市场是先涨再跌回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而不是先跌再涨回到现在的位置 尽管大家对于今年年底的标普的目标点位 其实大家都是集中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什么4000、4100、4200、3800、3900 大概这一线吧 其实目标点位都差不多 但是路径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 我就往下延伸一下 来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在看空的同时 我是知道你们也在积极的在做空 你们的理由非常的简单 就是企业的盈利下调上涨就会高估 下跌才是顺基本面的合理的走势 这是一个我们说正常的顺的逻辑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包括在今天 我一直在追踪期权的押注情况 如果大家去看今天 我们不说之前的 我们就连续起来看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标普的put code 这个押注上 你并没有看到在最近有特别明显的put 在加码的趋势 和之前的数值比起来 你看看高不高不高 包括你看到总的这个目前的持仓量 你可以看出来对不对 反而这个数据显示了什么 显示现在是call加仓的速度快于put 就是put保护和加码的这个数量 还赶不上call的一个增长数量 所以基于此 我认为现在其实市场对于整体走势 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分歧的 很多的散务朋友 我知道都是在积极的做空看空 好 那么这里要强调的是 有时候咱们能够猜对结果 比方说你说年底的时候4000点对吧 年底的时候确实就是4000点附近晃悠 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是很难预测的 如果23年年底的位置 就在现在这个点位的附近 但是它是到底先涨上去再跌下来的 还是先跌下去再涨上来的 这个过程你是没人能够提前预测的到的 其实昨天的节目也给大家分析了 包括市场还有我对于标普波动点位的看法 因为有的人看明年的EPS是增长的 有的看明年的EPS是衰退的 所以就得出来了不同的结论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了 从我的操作上 如果你是从现在的马上要接近的 4000点的关键位置 就是周线级别压制的这个关键位置 从这里你认为它过不去对吧 你现在开始加码做空 如果真要是跑到突破之后 跑到了还把4000页给过了 然后直接跑到了上方的4300点附近了 那么到年底才跌回到今天4000点附近 也就是你开仓的这个位置 结果你不赚钱不说对吧 而且你还得考虑中间的这个阵幅 你是不是能抵抗得住 因为时间越往二三年的年底跑 就有更多的新的24年的预期会出来 那个时候的变数就大了 如果24年的预期 由于通胀的大幅下降 包括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全部发酵 你可能还会想 这个市场还能不能跌的回去了 对吧 因为涨到了4350或者4200点 你觉得它还能会跌回到3900 3600吗 你那个时候你会想 是不是应该止损割肉了 所以那个时候时间越往后 对大家来讲是越不利的 反向 如果你是先预测要下跌 对吧 你说你现在反正我就涨上去 我就不买拉倒 什么都不干 对吧 这里也有问题 如果它是先下跌再上涨的 如果这个上半年没有跌 反而是一直在震荡突破4000之后 震荡开始小幅走高 掉下来走高 掉下来在这里去震荡 那么基本上 那你这个上半年6个月 你是没什么事可做的 你想扎仓你也加不上 如果你手上是有中度持仓的还好 比方说你现在手上有个什么40% 50%的仓位 30%到50都行 对吧 你可以接受上涨就上涨 那我就坐等市场抬轿子 尽管这个上涨有点利润跑出来 我没有太多的仓位也还行 对吧 也不过分 如果你手上现在是低于10%的轻仓 甚至你是空仓的朋友 上半年如果真的这么一涨 你可能就要想着我要不要追 结果没忍住 正好一追 追到了一个次高点上 遇到下半年又不幸 预期没有那么好 24年的预期还会往下去走 那么市场又开始往下跌 那你又被小套住了 那你23年基本上也是白玩 对不对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来讲 其实最友好的走势 就是上半年下跌 下半年上涨 这样做空的 对吧 你也有利润 那么等待做多的也不白等 从情绪上大家也觉得 这是一个顺势而为 也没有觉得很别扭 但是市场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会总是顺着大家的思路来 那咱们就得要在这种情况下去 去做一个两手准备了 好我说说我个人的准备和打算 目前我整个的持仓 是正股里面有42% 这个仓位 这是一个中度的仓位 如果标普能够跌破3650点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最近的这个位置 一直盘了好久的位置 如果能跌破 那么我非常的乐意接受它去下跌 并且愿意在下方逐渐加到重仓 甚至接近满仓 这是我之前一直在等待的计划 但是如果事与愿为 市场以3650点这一线为起涨点 开启一波向上最多反弹至4325点的大波段 那这个涨幅 其实我们说你简单去测一下 看看有多少的一个涨幅 从现在的3900 你跑到上方的4325 10%指数 这个指数就不算少了 个股就会更多了 那么我怎么办 我要不要参与 我如何去参与呢 我是这么计划的 正股方面 如果在最近突破了4000点 就是标普突破了4000点 形成了实质性的周线级别的压制的突破 我会适度的参与一些 但是我的总仓位不会超过60% 目前最有可能参与的几支股票 有5支 分别是微软 特斯拉 阿拉斯加航空 苹果和美国银行 这是我最有可能参与 这一波波段上行的这5支股票 我会适度的提高他们的买入价位 但是我会严格的遵守波段的规则 以估值为核心 如果炒到接近估值高点 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它超过估值 我就会波段的卖出 而且我减仓的幅度 会比这个波段加仓的幅度还要大 如果今年前两个季度 就涨到了接近4350点了 那么我减仓后的仓位 肯定要比现在的42%的总仓位要低 这个就是我对于正股的一个思考和想法 另外在期权方面 一旦标普突破了4000点 一旦是突破上行突破 那么我会加大期权的投机力度 那么我会看行情回头波动的空间 是3650点到上方的4325点 因为为什么会这么去考虑呢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因为一旦真的是实现了上半年突破 先涨 那证明市场在上半年 它只给你这种所谓的波段机会 它并不是给你这种很好的 能够让你跌下去吃的吃的很饱 然后再慢慢的连你涨上来 给你吃一个大段 对吧 它不给你这种机会 那么就不要再去强求 一定要等它跌穿3650再说 所以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整体的 未来的一个应对计划 因为现在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 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再去做规划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晚 所以提前说一说我的情况 大家无所谓 你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的承受能力 去做这些事情 今天讲这个不是代表说 我认为现在一定就突破4000点 概率非常大了 是因为最近的行情 在这个地方磨磨蹭蹭 多空都有机会 但不是代表只有空才有机会 包括今天罗素的表现也是这样的 它离上方也非常非常的近了 而且罗素今天临涨 这在最近是比较少见的 代表着情绪有一些像成长股 像中小盘股靠拢 而这种情绪通常我们在以前的 规律里边观察到的都是炒作的一个前奏 当然这些股票的风险很大 波动性也很高 请大家自行要注意自己的投资风险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行情之后的一些全新的思考 和未来的规划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 以及打开小铃铛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